好听广告 Action 三层会客室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三层会客室 今年房屋税从5月1日开始开征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当中 提醒听众朋友房屋税开征的注意事项 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苗栗县政府税务局 房屋税科科长吴文林科长 欢迎科长 科长请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科长请您先跟我们来跟大家宣导一下 今年房屋税缴纳期间跟课税的期间是什么时候呢 各位听众朋友 房屋税一年征收一次 现在又到了我们房屋税要开征的时间 我们的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日整个月 课税期间是前一年 也就是去年的7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日指 就这样以112年为例的话 我们课税期间就是去年111年的7月1号到今年112年的6月30日指 这样是请问一下科长我们收到房屋税单后还要核对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是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收到房屋税单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事情 房屋税是按户发单按月课征 收到税单后一定要确认手上的税单的内容是不是正确的 比如说第一纳税义务人的姓名就是这张税单如果不是您的 那当然有问题就先不能讲 第二身份证字号 那我们为了资料保密的话 税单后面的4码 我们身份证字号是用信号隐藏 第三客税房屋的座落门牌号码 也就是说这张房屋税单我们在客哪间房子这个门牌座落号码 各位也请核对一下 那第四就是使用情形 那各位收到税单的时候会发现有税率的不同的话 譬如说现在使用情形不是那样的话 我们可以来申请改变税率 目前税率自用住家用的税率是1.2% 那非自助住家用的税率是1.5% 如果是空置没有住家也没有营业的状态下是2% 那营业私人医院诊所还有自由职业事务所的税率是3% 如果各位的房屋税单的使用情形不一样 可以到我们税务局来询问 然后申请修改 那再来就是课税的月数 因为我们房屋税是按月课征 按实际使用的月份来课税 所以如果课税月数 如果发现也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这边询问 是 所以依照实际使用的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税率 是的 好 科长那是不是我们还有在房屋税的缴款书新增税额 有一些异动的不同呢 是的 各位收到税单的时候 我们的收据链音角税额的合计栏有上标箭头的标示 这个表示音纳税额就会比前一年增加 如果有下标的箭头标示 就是表示我们音纳税额比前一年减少 那这个异动的原因呢 最大最大的原因房屋每年会折旧 所以折旧递减的时候 我们今年的税 会比去年的税来的减少 那就会有一个下标的箭头 这会强制显示 还有如果这些箭头 旁边有数字来代表它的异动原因 这个异动原因 数字的代表 都是在我们税单后面会有详细的说明 那各位可以去检视一下 今年的税为什么减少 为什么增加 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 还是可以到我们税务局来询问 更正 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税单上都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苗栗县政府税务局 本局的电话 也有中南分局的电话 可以做一些查询这样子 是的 那个查询电话就在交款书收据链下方 可以找承办人 还有他的查询电话 跟他查询 是 好的 请科长来提醒一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 现在缴纳的管道非常多元又便名 那我们请科长来跟我们相亲介绍一下 有哪些管道呢 现在缴税真的很方便 为了方便纳税人缴款 我们都提供多元的缴税管道 那以下的方式 即日起到6月3号当日24点 以前都可以用这个方式缴纳 我们分两部分 第一是现金缴纳 现金缴纳可以到金融机构 也就是各代收税款的银行 农与会的信用部 但是邮局和渣打银行 现在是没有代收的 这用现金或票据缴纳都可以 第二个便利商店 税额只要在3万块以下的 可以持缴款书或利用自然人品证 到各超商补单或以现金 或超商认可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现在超商认可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根据各道超商的不同 有信用卡 行动支付和电子票证等缴纳 这缴完就要麻烦各位听众 就是要自行保留交易迷信 还有加盖便利商店的店章的交款书 收据链等资料 来做以后缴税的凭证 这是现金缴纳部分 这非常重要 第二个部分就是转账缴纳 现在大部分人也不太可能拿现金 转账缴纳的方式就很多元了 第一项自动贵员居ATM 可以到贴有跨行提款加转账 将缴税标志的自动提款机转账 这个金额就不受3万块的限制 第二个用自然人品证或健保卡 线上查缴税 我们现在都有提供纳税人 在4月17到6月8号期间 用自然人品证工商品证 或已注册的现保卡 行动自然人品证 可以登上我们的线上的查缴税系统 可以自行查当年度的税款 也可以直接在线上点电子缴税 直接连服务网缴税 第三个可以用晶片金融卡 信用卡或活期储蓄存款转账 透过电话语音网路或使用APP行动装置 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行动条码 这个就可以直接连到网路缴税服务 网站缴税 最方便的就是约定转账 你利用您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 办理转账缴纳 只要在开征前的两个月内 两个月前办妥 转账代缴手续 那我们就会在最后一天 像房屋税来讲就是6月1号 最后一天在账户里面 预留的存款里面来扣缴税 那以上的缴税管道都不用手续费 信用卡缴纳也不限磁卡人本能的税款 真的很方便 对对对 当然活期储蓄账户的缴款 就一定要纳税义务人本能的账户 这样子 是 那是不是请科长也可以再跟我们一个 听众朋友做一个贴心的一个小巅铃呢 是的 这个税款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如期缴纳 如果没有如期缴纳 现在只要每逾三日 一定会加征1%的质纳金 最高加征10% 是 对 那譬如说 我们最后缴款日子5月31 那6月1号6月2号还没超过三天 那6月4号5号6号缴纳 就要罚1%的质纳金 如果30天如果没有缴的话 会移送强制执行 虽然6月1号到6月3号缴纳 不会加征质纳金 但它还是属于预期缴纳的案件 所以请听众朋友 就是还是在时间内如期缴纳 这样 是 科长 那我们想请问一下 如果有我们的相亲朋友 他没有收到税单 或者税单遗失的时候呢 又要怎么样去申请补发呢 是的 这其实每年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管道其实蛮多的 第一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税务局 总局分局都可以 各服务区柜台 跟他申请补发 那补发税单的时候 请期待身份证 要不然我们要核对纳税义务人的资料 如果没有收到税单 是因为通讯地址变更的话 也请在补单的时候 一并告知变更通讯地址 将来来年的税单就会送达 第二也可以用电话网络传证的方式 跟我们总局分局申请补发 而第三种 房屋税开征期间 也可以到我们房屋所在地的各乡证公所 来跟他补发 那跨县市补单的话 就在开征期间 如果民众 譬如说不是在苗栗县的话 您在台中市或高雄市 也可以到当地的税券基增机关 办理补发 只能补发本年度的税单 比较新的方式就是使用 自然能凭证工商凭证或以注册的建保稿 到便利商店 他那个补单 那边有一个电脑的补单 可以询问便利超商的职员 那边其实也是可以补单的 不过那边补单就要直接在便利商店 直接缴纳 这样子 是 那是不是我们税务局也有做一个便民贴心的服务呢 是的 像有些听众朋友白天在上班 其实要询问一些税务的事情的话 也很不方便 尤其是开征期间 可能税单有一些疑问 那我们开征期间 4月24到6月2日子 那假日当然是没有 在上班的期间 我们中午12点到下午1点 我们有不打烊的便民服务 请听众可以多加利用 好 真的是超级贴心的税务局 接下来最后 我们一定要有把好康的讯息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请科长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这一次税务局有举办 网路有奖争达的活动内容 是的 其实为了提升租税宣导的价值服务 我们每年在开征期间 都会办理一些网路的有奖争达 今年也不例外 那你一同学租税网路有奖争达活动 这个期间是在今年的4月1号到5月31号 那有分成人组和学生组 那活动结束后会公开 应该各组抽出250名的幸运者 其实就是一共是500名 各可获得200元的礼券 请大家踊跃参加 顺便增加一点租税知识 谢谢 哇 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苗栗县政府税务局房屋税 吴文宁科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宣导房屋税的注意事项 三层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